假如全班都是富二代 哎呀 同学们 不好意思啊 迟到了 电瓶车没电了 老师 你上刚还骑电动车呀 对呀 我那个二手电瓶车都骑五六年了 不随电呀 你这也太丢人了吧 对呀 这年头谁在骑电动车呀 要不这样吧 老师 我这里有张金卡 里面的额度是一千万 你拿去买辆车吧 一千万 这可不行 你这一千万还得去买 太麻烦了 老师 我这直接有辆车 你直接开吧 老师 实在不行的话 我家有一辆宇宙飞船 你拿去开吧 什么 宇宙飞船 对呀 你想要哪个 你说 我没给你 对 要不然都拿走吧 还有什么 你们这么有钱呀 要不然你们这么有钱 去帮助帮助其他有困难的同学吧 哎呀 老师啊 我们都已经问过了 咱们学下最穷的就是你 对 好 冯帽老师 我查一下班底 好的 教导主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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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豆上个睡觉罚款一百 土豆罚款一百 睡个觉都睡不安心呀 我这有十万能睡了吧 十万 能能能睡觉了别着凉 来盖个被子啊 有人 我这呢还有十万 这个月不要打扰我睡觉啊 好好好那你赶紧睡吧 我不打扰你了啊 把门带上啊 土豆你说你家这么有钱 为什么还在我们普通学校上学 应该去贵族学校 老师你这就不懂了吧 他这叫做有格局有钱低调 当然不是这样了 主要是我们老师讲课催眠 对 老师赶紧讲我睡不着了 那行吧打开课本五十八一啊 咱们开始讲课 哎呀这次我考证只考了第二 我妈说只有我考到第一 这个月的零花钱可以给我十亿呢 十亿零花钱 没事我这次考了第一 明天我就转学啊 哎对啊一转学之后 我就变成我们班的第一名了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拿到十亿 那这样我分你五页 我才不要你五个亿呢 为什么呀 小马还欠我八个亿呢 我都没要 什么 他还欠你钱呢 你不提我都忘了 他还欠我五个亿呢 啊 同学们 我老家的房子拆迁了 今天呢 我给大家上最后一节课 你们要好好听讲啊 啊 最后一节课了 老朋友怎么睡觉啊 老师我们舍不得你啊 别太难过嘛 老师也舍不得你们 要不然今天放学的话 我请大家去吃羊串 羊串 就那个羊串羊串 咱们一起船 哎呀老师 那种地方呀都不行 导次太低了 导次低啊 那你们说去哪吃 要不然这样吧 坐我们家的私人飞机 去内蒙古吃烤全羊 可以 然后再做我家的豪华游轮 去海南吃小龙虾 嗯 哎老师 我记得你家是城东区吧 对呀 我们那个城东区啊 都要拆了 哦 这样呀 喂爸 你是不是要开发城东区啊 哦 那你把我们李柔梦老师的家给留着 其他的都开了 嗯嗯 好 搞定 这个注意好啊 老师你不用走了 来继续给我们下课吧 没错 啊 我们家签不了了 啊 啊 啊 嗯 嗯 嗯